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一个ever after high的这么一个娃娃 也就是我们童话高中的一个娃娃 她的名字呢是叫Bria Beauty 她是我们在童话里面的睡美人的女儿 她现在是在就读于我们的一个童话高中 在这个包装的后面呢是有非常多的关于我们Bria Beauty的一个小说明 她呢是非常的喜欢美丽漂亮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呢她会自己花非常多的时间呢去进行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护理 会对自己的外貌呢这个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同时呢她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早起的一个小姑娘 睡觉睡得非常的少 因为呢她害怕自己呢一睡就睡了一百多年 就像她的母亲睡美人一样 所以呢她就非常的害怕睡觉 也害怕睡着 怕自己睡着了之后呢 就会把非常多的事情会忘记 她最想要的最内心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呢 她的愿望呢就是想每天过好每一个的日子 然后呢千万不要一睡一睡了一百年 然后她也有她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小魔法 最好的朋友呢是我们的Apple White Apple White呢是在上一期呢就给大家介绍过 嗯她又怎样那个魔法呢 嗯在她睡着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她就会听到非常轻的一个声音 就比如说你真掉在地上啊小老鼠跑来跑去啊她都能听清 然后也许这也是一个她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你看你想要是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呢都能听到这么小的声音呢都能给她惊醒 那就说明她根本就睡得不好然后睡得不深 嗯或者是她有什么不好的一个地方呢 这个这个我们的Apple White呢就是她有的时候呢会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睡着 当然啦你想啊要是每有个人她每天呢都没有办法睡好觉 当然她在上课的时候呢就会打瞌睡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精气神 也没有很多的精力去放在学习或者是在别的事情上 她最喜欢干嘛呢 啊她最喜欢呢和她的小朋友们一起呢去逛街 一起呢去再做一些游戏等等等等 她最不喜欢哪一个嗯哪一个科目呢 啊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格林童话 最不喜欢的呢就是背诵格林童话里面的一些小故事 嗯我觉得她这个娃娃非常的好看 然后她最好的一个朋友呢就是我们的Apple White 和Blondie Looks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那个东西 现在是把我们的Bria Beauty拆开来了 里面是有一个像锁一样的投书 以及的一个这样的日记本 日记本呢是有各种各样的语言都在里面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从我们的枝架上给它取下来 头发是非常的长直到过了它的 呃差不多快要到它的膝盖 棕色和粉红色的发色 有一些卷发在里面 也是非常的可爱 它头发呢是非常长然后也非常的卷 前面呢是给它嗯绑了一个发际 脑袋上面呢是戴了一个太阳目镜 然后在它的嗯日记的这个包装的后面上也有说明 我们这个Bobby娃娃呢是非常的一个爱美的一个Bobby娃娃 或者是说是一个童话高中的这么一个娃娃 它也非常的喜欢玫瑰 就像它的母亲是来自于我们的睡米人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玫瑰城堡一样 可以看到它的耳环呢也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玫瑰花可以看到 就在这里是一个银色的耳环 这里呢也有一个我们嗯玫瑰的一个戒指 手腕呢也是一个玫瑰的一个绑手的一个手腕 下面呢是有非常多的带有我们玫瑰荆棘的这么一个小的花花枝 非常的好看 设计的呢也非常的精致 可以看到它的袜子这种嗯长袜也是非常的好玩 上面全都是带有玫瑰的荆棘在上面 以及它的鞋子也是仿造我们玫瑰的这么一个造型 脸上呢是带有一些桃花的一个装饰 桃花妆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它非常好看 眼睛这边是粉色的这种眼影 粉红色的唇膏 看起来呢真的是挺好看的 和我们的其他的Ever After High这么一个童话高中的娃娃来比较一下呢 它的个子是差不多高 我的右手里面呢是拿着这么一个Apple White 也是来自于我们童话高中的这么一个公主 Apple White呢是我们白雪公主的一个女儿 在上面呢我们的Apple White是稍微要比我们的Braya Beauty要矮一点点 然后这里呢还有我们另外一个童话高中的一个娃娃 可以看到这个脸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小区别的 它化妆的这种方式有点的不一样 比如说这一边呢就更偏重于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眼影 然后我们的Braya呢是更偏重于一个桃红色的一个眼影 嗯小朋友呢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童话高中的所有的娃娃呢 个子都是差不多大 同时这旁边还附赠了一个我们的手袋 手包这样黑色的一个手包 银色的是在旁边呢给它做了一个修边 我们可以给它放在我们的娃娃的手上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么给你带来的一个 After an Ever After High童话高中里面的一个高中娃娃 Braya Beauty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弹幕指线上的赞 或者是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娃娃 非常多的Bobby娃娃 非常多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玩具等着大家去观看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